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君子蓝 君子蓝它只要成林之后 我们平时水分养分都做好了 那么它是很容易抽剑开花的 但是如果这个君子蓝它抽了剑了却开始夹剑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个原因大概很有可能就是温度不合适 什么叫温度不合适呢 因为这个君子蓝它要开花 它所适宜的温度是15度到25度之间 如果温度太高或者太低 都会影响它抽剑开花 也很容易导致它出现夹剑的情况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它一个适宜的环境温度才行 那么我们白天的温度就一定不能够低于15度 如果温度太低的话 我们一定要及时做好保暖措施 可以把它放在暖气房 或者是用温水套盆 然后增加它的一个环境温度 第二点就是要有足够的温差 因为这个君子蓝它要想抽剑开花 温差是一定要达到才行的 那个温差的话至少要保证在6到10度左右 这个君子蓝才有可能会抽剑开花 如果温度不够的话 就算它抽剑了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夹剑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白天要保证它在15度到25度之间 那么晚上的温度就一定要比白天至少低6到10度左右 但是不是温差越大它越好 如果晚上温度太低 如果是低于5度以下 这个君子蓝是很容易出现冻伤冻害的 所以我们养君子蓝在它想要开花 想要抽剑或者是出现夹剑的情况的时候 把温度把控好了 那么君子蓝抽剑开花就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